Hello 大家好 我是Matthew 歡迎你收看影攝街 今天這條影片是純粹的吹水片 沒有拉卡 本來約了Victor去拍片 但一出門回答Lip 就見到一張強檢的通告 自然的故事就不一樣了 去了排隊強檢 然後下雨冬冰冰吹風地排隊 排了半小時九個字 我想算快了吧 中間我就拍了一張照片 用iPhone拍的 就是在排隊的時候 看到小朋友在玩 他掌握了一塊透明膠 其實他應該不知道 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想拍不到影片也拍不到 然後回來找一些書看 這本就是中文略的攝影集 不要叫攝影集 因為他也有一些人寫的文字 我們今天就講一下這本書 看看裡面的內容 順便就純粹自己 給你對香港這個地方的看法 這本書是叫做 《借代人的佳國》 《香港文生》1950-70年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書店買一本看看 這本書是個目錄 有很多文字可以看看 關於中文略先生的生平 就不多說了 有興趣可以去下面的連結 有他的兒子的訪問 我們這裡就不會浪費時間 裡面也覺得是說回 大半世紀之前的香港是怎樣的 當時香港市民生活是怎樣的環境 可能有祭水 比今天更嚴重的貧富懸殊 十方者依然是存在的 周圍也是一樣的 當日平民小朋友 老人家是怎樣的呢 他們的生活可以看到 一個大一點的帶著幾個 可能出來都是幫忙找食 很多兄弟姐妹 因為以前的人都會生多一點 社會的文化 有說說老人福利 現在看到關於文革左派的東西 現在就不說了 因為有國安法 另外這些就是一些文化的東西 可能衣著 各行業工作 小朋友可能出來幫忙擦鞋 做很多作品 這是以前我們香港的情況 就是這樣 在這本書裡 其實也很清楚 繼續了當時的社會環境 我想和大家平時看的 何凡先生的作品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何凡的作品 是偏向畫意攝影 有些沙龍攝影 他會有些重複曝光 或者是黑暗技巧 在這本書裡 看到這本書裡 其實是偏向寫實的 所以手法有一點不同 構圖也是很精美 所以你看到技巧也是存在的 只不過是不同的表述方法 只是不同的表述方法 之前經常都聽到 有人說香港很悶 沒有東西拍攝 如果只想拍攝一些吸引人的東西 就像娛樂的東西 當作娛樂 其實你很快就會悶 因為要拍攝吸精的東西 給別人看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 有時候很多攝影師 都會留在一個城市的地方 很多年持續地拍照 他才會有一個計劃 做一本書鏡集 不是因為一、兩張照片 吸引人的東西 吸引人的東西 他就會這樣做 另外之前也有說 所謂拍照拍得好不好 因為夠不夠近 有一些大師 就出來說 你不解了我的意思 其實這樣 我又覺得 其實就不用整天 都回答人家 扮世外高人 你不扮世外高人 就沒事了 就不會被人說 其實只是你個人 和你的環境 和你想拍攝的東西 究竟夠不夠近 就像我們在香港做街拍 因為香港是我們自己住的城市 所以 我們本身是投入了這個城市 和遊客的方法拍攝的東西 就不同了 我經常覺得 首先應該要拍好自己住的地方 你經常說 日本很美 很多東西可以拍攝 對 但是你拍了風景 但是 你沒有投入到那個環境 那你說 我真的想開心 大家要按個讚 因為有多人讚的照片 就開心 那你不開心就做到 我覺得 沒有反應 不過 只是那一句 大家追求的東西不同 回到照片 回到以前的香港 其實 人們總是會懷緬過去 城市發展是無可避免 大家都要向前走 經常聽到人說的獅子山精神 像你見到這些屋邨 原本都是獅子山下面 這裡應該是黃大仙 或者環圖陷 上下的地方 出場大廈 或者石劍美 那種 即是你見到美河樓 那樣 其實香港發展了幾十年 一個很小的城市 發展到現在 變成一個 所謂的國際大城市 雖然近來 我覺得已經 有變回第三世界 即是 好像去了巴加達 那樣 或者可能再衰些 可能是赫布爾 那 我們今天 是不是還可以 套用那個 所謂的獅子山精神 就是肯死捱 就會有結果呢 我覺得我不是反對前輩 這樣說 現在那些年輕人 不能買的 其實我覺得 隨著社會轉變 很多東西都不同 你不可以經常用 舊那套去看新的世界 即是你不可以用 非想相機的 那種 邏輯就覺得 所謂的相機不行 那時代都要進步 難道你今天還用騎馬嗎 不可能 你會不會覺得 用柴煮飯才是真煮飯呢 這件事是不會這樣的 我不覺得 永遠都是看小別人 是一件好事 Anyway 今天香港發生什麼 大家都很清楚 尤其是今天 做完強檢 吃完風之後 相片裡見到的香港 老實說 我沒有見過 我都不認識 因為我還未出生 但是今天我身處的香港 我都不認識 雖然我看到 我完全不知道 我可以怎樣去 那唯有 很樂觀點 希望 明天會更好 我不知道 真的不懂 今天本書 就和大家一起 看到這裏 了 好了,書看完,不知道大家對今天的香港有什麼感想 作為一個街頭攝影者,我想做的就是有時間的,儘量記錄一下 雖然現在不是一個好的時光 如果大家有看過,暴烈蟲在國民政府倒台之後,即是共產黨上台之後的一輯照片 我想我們和暴烈蟲的分別就是,暴烈蟲是一個外人,他拍的只是跟他沒有關係 但對於我們來說,我們在生活這個城市裡,是跟我們息息相關的東西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記錄下來呢? 以來大家看《中文雷先生》這本書 裡面其實有很多東西以前都覺得有什麼好拍,街邊有個小孩子,有個孤雷,有什麼東西 但是時間過去之後,這些照片都成為一個好的回憶 不要等到東西消失要拆,或者你再失去了見不到的時候,你才以一波風衝去拍 是不是還很迷戀呢?當普道,隔壁拍的士,然後就做個電影感 那就是你眼中看到的香港,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就記得留言、LIKE & SHARE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 阿賓 阿賓 YES